方子好像有很多人都知道吧 他姥姥姥爷家每年秋天都要做一些 至于有没有人用 估计当时全国人民大多数都用过 绝对的安全有效 但是水优寒不能这么说 这个不过是个土方子 我是来这里的路上听见有人说的 看来并没有推广开来 大哥如果觉得不放心 等西瓜双做出来 咱们先试试 如果觉得好了 明年就大量的做出来 卖到各大药库去 一来多些收入 二来也帮助病人缓解病痛 欧阳对于这方子的来历 虽然有些将信将疑 但是确实很多地方都有些土方子 虽然不见得人人都知道 但是非常有效 也就将一律放下 从自家药铺取了芒销来 按照水优寒所说 将十几个西瓜做好挂了起来 王家庄靠山而居 秋收的时候 村里那些不能下地干活的小孩子 还有妇女都会到山里去采蘑菇 水优寒就打发了奶娘过去和他们说 让他们将蘑菇长得最密集的地方 连蘑菇带土都产下来 水优寒会出钱收购 因为水优寒他们经常向村里人买些鸡鸭 那些小孩子抓到鱼也会卖给他们 换些零花钱 水优寒给钱一向大赌 比他们送到镇上去卖还能多一些钱 村里人只远远见过水优寒在菜地里干活 奶娘和小红姑娘都是十分和气的 彭娘子被赶出来 他们还送补汤送吃的 知道这都是善良的人家 也愿意帮他们 这样水优寒就收了十几个爱木箱的蘑菇培之土 他当初请木匠做了一百个这样的木箱 就是打算一半养蘑菇 一半要栽种豌豆苗 留着冬天能卖个好价限 好改善生活养小宝宝 小红已经将矮下整理好 把这些怒好的木箱子都搬了进去 只等着过些时候开始培养 也就是多烧些柴火 保持矮下内的温度 还有多洒水保持湿度 蘑菇生长就不需要阳光 豌豆苗养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吃 也不需要日光照射的 日子过得很是平静 东叔那一家再也没有来打扰过 奶娘一边庆幸不用去应付他们 一边又愤愤不平 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 他们竟然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真是不知羞耻 水优寒的肚子更大了些 肚子里的小家伙经常伸手伸脚 提醒他娘亲他的存在 奶娘早早地就将水优寒生产所需要的东西 都悄悄地预备好了 就等着小家伙在他娘肚子里呆够了 瓜熟地落的那天了 农历11月初五 水优寒的屋子里早已烧了火炕 因为他产期将近 奶娘干脆就和小红一起都搬到了他的外间来住 便于晚上照应 水优寒中午吃了一碗白米饭 一小碟盐焗鸡 还吃了几块粉蒸排骨 一些土豆丝 醋溜白菜 还有一碗鲫鱼豆腐汤 就和往常一样 穿了厚厚的皮袄 有奶娘在旁边护着 到园子里走一走 前两天下了第一场雪 雪下的不大 只有薄薄的一层 为了避免水优寒散步会滑倒 奶娘和小红已经把他平常散步的路线的雪 都清扫得干干净净的了 这样还不放心 他们还轮班陪在水优寒身边 还强迫水优寒缩短了散步的路程 虽然还未尽数久 但是天气已经非常冷了 水优寒跺跺跺 对现在脚上这双靴子很是满意 这是前些天专门买的上好的羊皮 按照他前世穿的某知名皮毛一体靴的样式 给自己奶娘小红海博各做了一双 当然不会忘了欧阳那一份 而且还加了背 给他做了两双 可惜的是 现在这个年代做不了防滑牛筋底 就按奶娘的发子 纳了千层底的鞋底子 效果也不错 穿在脚上真的是暖暖的 绝不比号称欧洲最好的羊皮差 每张羊皮只能做一双鞋 当然还会有些边角料下来 水优寒不想浪费 都拼了起来 又做了几双软底拖鞋 不方便外出散步的时候 就在屋子里 只穿了拖鞋来来回回走上那么几圈 散步归来 水优寒又去矮下 看了看蘑菇和豌豆苗的掌势 多亏了小红 一溜火炕 火炕烧得足 水也烧得足 蘑菇和豌豆苗长得都很好 再过几天就可以卖上第一茬了 水优寒已经和欧阳商量过 镇上只有一家大的酒楼 其他富户也不多 这些蘑菇和豌豆苗还需要卖到寄水城去才行 水优寒他们不方便 欧阳打算让自己的管事去帮他们到城里去卖菜 水优寒这时才知道 原来欧阳在寄水城也有产业 或者更应该说他家的主要产业在寄水城 除了一幢大宅之外 还有很多有名的寄生堂药铺和几个杂货铺子 镇上这边是他母亲留给他的 有宅子 药铺 还有田地 刚从矮下出来 小红领着欧阳来给水优寒诊脉 一切都好 估计在有大约十天才是产期 诊完脉 欧阳照丽在水优寒里吃茶 闲聊 欧阳大哥 你看我们这个法子还好吧 再过几天咱们就能吃上新鲜的蘑菇和豌豆苗了 嗯 确实不错 一开始你给我看那个暖房 我还不相信真的会种出菜来 现在我是不得不信了 难为你怎么想出这个法子 不过是敢想敢做罢了 开始也并不肯定能种得出来 只是拿出来试一试 没想到竟然成了 是我们运气好 你呀 总有些奇思妙想 那个西瓜霜我试过了 果然很有效 照你说的 一部分做成了散剂 另一部分做成了药片 我留了些给你 其他的我都拿到药铺去了 半个月前 积水城一个负伤的儿子得了喉痛 小孩子太小 又娇美得厉害 怎么都不肯吃药 并越拖越严重 我家铺子的座堂大夫知道了 就亲自登门 把这西瓜霜寒片送了过去 让那小公子含服 那个小公子喜欢寒片的味道 竟然像糖块一样 用了之后果然有效 这下子传扬开来 都知道我这药铺有这样的好东西 买的人可多了 那句恭喜欧阳大哥了 该是同喜 说着从袋子里拿出一包银子 这是卖药的钱 还有些等卖完了一起拿给你 水优寒看见那包银子 足有一百多两 忙推辞 大哥这是做什么 这药材是大哥出的 药也是大哥做出来的 我不过是说了个方子 也是大哥自己验证出来才可用的 药钱应该大哥自己收起来 不用给我 那怎么行 欧阳正责道 方子是小韩你的 西瓜也是小韩你出的 我不过是出了些力 怎么能拿银子 小韩你能把方子拿出来 已经做了件大好事 这钱自然该是你收着 水优寒低头想了想 对欧阳说 大哥 你看这样好不好 现在这个西瓜霜很受欢迎 大哥以后不如就专门派新人手来做这个 灌上大哥药铺的招牌 以后就是大哥家的成药 大哥不肯让我吃亏 那能不能让我拿这个方子入股 以后卖西瓜霜的利钱 大哥分我两成 十年为期 十年后方子就完全归大哥所有 不必再付我任何利钱 欧阳听水优寒这样说 沉思片刻 小韩 这样也可以 不过你只要两成力 这样太吃亏 我再给你加上 水优寒抬手打断他的话 大哥 你带我已成 我也不能欺瞒大哥 这个方子实在算不上有多玄妙 很容易被人仿制 大哥若想长久不被人抄袭 就要花大力气保密配方 而且要让更多的人 全大洲的人 甚至其他国家的人 都认寄生堂出这个西瓜霜 也需要大量人力财力 以后也许还需要改进配方 更不要提平日经营的开销 我开口要两成 十年也许还要的多了 实在是我并不知道 大哥这些成本要花多少钱 大哥应该和属下的掌柜 先好好核算 再减掉些也无妨 不必再核算了 就按小韩你说的办吧 欧阳拍了板 大哥 以你代我的恩情 一个方子罢了 我本不该和大哥分立的 只是 我有这一大家子人要养活 大哥你不怪我吧 水悠涵悠悠地说 怎么会 小韩你对此事能如此爽快 不扭捏 反倒让大哥高兴 我明天就让人写出契约书来 我们签字画鸭 这件事就定下来了 以后小韩只管按季度分红就是 水悠涵欣喜万分 以后十年无需侯府的阶级 自己这一家人也能够吃饱穿暖了 欧阳这一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君子 不邪恩图报 坐视一板一眼 诚实可信 这些钱 小韩你还是先收起来吧 留作急用 好吧 这些钱就在我的红利中扣除好了 水悠涵也不和欧阳客气了 只怕他很快就需要用钱了 水悠涵把钱交到奶娘手上 让他放起来 水悠涵和欧阳这一番谈话 奶娘都在旁边听得清楚 看见自家姑娘就这样赚到了一笔钱 而且是以后十年都有稳定收入 又是高兴又是诧异 已经愣在一边了 听水悠涵叫他才醒过神来 把钱收了起来 水悠涵这时又想起一件事来 就和欧阳商量 大哥 你估计我这些蘑菇和豌豆苗 能不能卖得好 欧阳点了点头 这些东西 在小地方只怕没有人有能力买 但是到了附属的大城镇 那里一定很受欢迎 那些大酒楼 官宦 富商 都会争相购买 这个小孩你就放心吧 只怕你那些还不够卖的 我家的管事对济水城非常熟悉 已经和几家酒楼讲好了 过两天就来这里 把菜送走 你就等着赚上一笔吧 那自然是好的 我在想 如果有很多人买 那以后我就把这个法子 告诉这王家村的乡亲 让他们也能多赚点钱 靠着田里那点出产 他们的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 欧阳看了水悠涵 好半天没挪开眼 肚子里的小家伙 似乎翻了个跟头 水悠涵痛得哀忧一声 忍不住笑 这淘气的小家伙 一定是听到有钱赚 以后不愁养活他 他这是高兴了 直翻跟头呢 欧阳和奶娘都忍不住跟着笑 孩子精神投足 是好事 我看哪 一定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公子 奶娘很肯定 水悠涵笑了一会儿 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这次的疼不同以往 一下子就过去了 这次是一阵接着一阵 水悠涵扶着肚子 汗都下来了 欧阳和奶娘都看出他的异样 奶娘惊呼 这不会是要生了吧 两人赶紧将水悠涵扶到里屋的火炕上 欧阳为水悠涵诊脉 点了点头 说 只怕是要生了 两人又帮水悠涵检查了一下 确定是要生了 不过产道还未开 估计要等到夜里才能生下来 水悠涵两世为人 可他没有生过孩子 他以为自己现在疼成这样 还不得马上就要生 可听欧阳和奶娘所说 他这才开始阵痛 还得有好几个时辰才能生 让水悠涵节省体力 忍着点疼 水悠涵点头答应 现在只有紧听医主 勇敢面对了 把吃奶的劲都攒起来 就等大夫一声令下 开始生娃娃 奶娘和欧阳在一边商量 水悠涵晚上生产 不能惊动了海伯 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让海伯早点睡 睡得香 水悠涵听了 担心地望着欧阳 欧阳明白他的意思 让他放心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 晚上是最好不过了 这几个月 海伯一直在喝 我给他调制的药酒 天气冷了 海伯每天晚上 都会多喝几杯 我今天会在他的酒里 加些催眠的药物 放心 不会对海伯有任何害处的 水悠涵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奶娘叫小红去做晚饭 自己陪在水悠涵身边 欧阳去找海伯 晚饭时 水悠涵尽管痛得 没有什么胃口 还是逼着自己 吃下一碗米饭 夜色降临 小红去门口 接了欧阳过来 欧阳放下药箱 对他们点点头 表示一切都已经打点好了 热水 剪刀 白布 等已经都准备齐了 当夜里刮起了西北风 乌云将月亮完全遮住 银时三刻 一声响亮的耳体 从山脚下大宅的后院 一间亮着灯的屋里响起 灯影下 可以看到三个人影晃动 其中一个抱了一个小包裹 似乎是抱着全天下最珍贵的珠宝 11月初六早上 海博早上起来 发现天已经放亮 想起昨天傍晚和欧阳大夫喝酒谈天 很是快意 喝的有些多了 都忘记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的了 欧阳大夫的药酒 他喝了这几个月 原来的旧伤已经很少在折磨他了 那些在战场上厮杀 跟着侯爷出生入死的日子 后来又跟着侯爷凯旋回京 本来可以得个一官半职 可是他的伤有些不便 为人又太过耿直 为官未必是福 就留在了侯府 给大少爷做护卫 那时候大少爷才五六岁 二少爷刚会说话 这一转眼都这么多年了 两位少爷也都娶了妻 唉 人老了 就越发怀旧起来 海博穿上衣服 去院中打水 准备洗漱 面对欧阳先生的屋子里 还没有动静 想来也是喝了不少 还没起来吧 海博拿了水桶 刚出屋门 听得大门咣当一声 抬眼看时 却是欧阳大夫进了门 这么早出去了 竟然没着外山 哦 外山在他怀里抱着 不对 是他拿外山 裹了个小包袱在怀里 欧阳这一快步走过海博身边 没有停留 而是奔了内宅 这是怎么回事 欧阳大夫做事一向稳重 狠手礼数 每次进出内宅 都有小红或是奶娘陪着 看他脸上的表情 难道是出了什么事 那个小包袱是什么 看他抱得如此仔细 应该不是药箱 海博想着就放下水桶 去追欧阳 欧阳转头 似乎才看见海博 急急地说 海博 我早上去外面转了转 在路边捡了个婴儿来 看上去是被父母扔掉的 我看他还有一口气 赶紧抱了回来 这孩子交给奶娘 应该能救活 海博一听也很着急 那可快点 这么冷的天放在路边 岂不是要动坏了 就是就是 我们大男人 不会照料孩子 只有交给奶娘了 说着 两人一前一后 已经来到了内院门口 欧阳伸出一只手 要敲门 门恰巧就开了 原来是奶娘和小红 小红手里 还捧着白瓷罐子 看样子 这要去取养奶 欧阳见了他们 急忙说 奶娘 我捡了个婴儿 你赶紧抱进屋 去暖暖 小红要去取奶 那正好 这孩子只怕也饿了 说着 将手里的包袱 交到奶娘怀里 奶娘听了欧阳这样说 看了看 怀里的小包袱 打开一脚 瞧了瞧 哎呦一声 这么小的孩子 他父母怎么就忍心扔掉 可怜的 我这就抱进去 我们姑娘 想来也是喜欢的 小红在一边 伸着脖子瞧了瞧 脸上也是欢喜 我这就去取奶 一会儿热了 给这孩子吃 奶娘在门里 小红已经走到了门外 欧阳身材比海伯高 海伯见奶娘掀开包袱时 也想看看 却被欧阳和小红挡住了 没瞧见什么 奶娘就匆匆地转身 抱着孩子回屋了 小红笑嘻嘻地掩门 欧阳也退开了 海伯不好再往里瞧 只看见奶娘已经走到了屋门口 就传来婴儿的啼哭 欧阳笑了 太好了 哭得这么大声 一定没事 小红将门飞快地眼上 叫海伯 海伯 你今天早上喂过羊了吗 这只羊估计还能用两个月 到时候还得麻烦海伯再去找来一只 海伯答应着 想起早上还没有喂过自家的马和羊 就跟着小红向外院走 年纪大的人都喜欢小孩子 海伯也不例外 看小红挤了奶 一路小跑回了内宅 不由跟了过去 小红一进内宅就把门关上了 海伯也不好跟进去 就拿着扫把 在内宅外打扫 两只耳朵都支愣起来 听院内的动静 那婴孩似乎很安静 只哭了两三声 就没了动静 是到了暖和的地方 睡着了 或是在喝养奶 过了一会儿 内院的门又开了 是小红和奶娘两个人 捧了石盒 看见海伯在门外 都笑着招呼她 说是该吃早饭了 这些天 欧阳住在宅子里 一直都和海伯一处吃饭 水优寒对他们俩的饭食 没有厚此薄逼 海伯就想了口福 心里暗自夸赞水优寒 坐视大方 待人宽厚 晚安 月 感谢观看